大家好,我是阿伦,又来代班了,请多指教。 那么来听故事吧。 前阵子在整理老爸的一些旧东西, 一边整理一边沉浸在回忆中, 本来以为时间过很慢,不知不觉竟然已经报完了。 这些旧东西都是一些旧衣服, 黑色畅盘还有一些陶制的人物之类的。 突然瞄到一张照片, 那是年轻时的老爸和一位年轻的白人女性一起坐在沙发上的照片。 那时候的老爸瘦瘦的, 留着大概是那个时候流行的要长不长的长发, 看起来就很怪,女生是个大美人。 向老爸询问这张照片的来历, 好像是他大学三年级的时候, 在欧洲漫游时候拍的照片。 爸,关于这个女生到现在还是有搞不懂的事情啊, 总觉得老爸好像话中有话。 我心想着,该不会老爸想要炫耀在他欧洲的风流史之类的。 想要回房间去了,是感觉很可怕的故事啊。 以下老爸试点,到欧洲已经有一个半月了。 我仍现在他进北欧,目前在芬兰。 一开始先到首都的赫尔兴基, 不过因为物价太高,所以很快就离开了。 然后前往芬兰北部的一个叫拉布兰的地区, 在一个忘记地名叫什么的小镇住了三天, 物价和都市比便宜许多, 又因为是第一次有日本人来, 所以还蛮受到欢迎的。 甚至还上了当地的新闻脸, 后来又往西部的乡村过去, 那是一个沿海的城镇。 果然不管去哪里, 日本人都很新奇的样子, 被问了许多问题。 其中入住的那间饭店的女服务生, 更是对日本充满兴趣, 好像是大学时代主修东洋文化的样子。 那女孩现在属修, 所以住在饭店打工, 只要工作告一段落就会过来找我。 她的英文不是很好, 但是用简单的英文绘画还算OK的。 当时的我觉得, 会不会就这样可以有一股恋这种好事发生? 虽然我没有搭讪过, 我甚至还考虑干脆在那边住久一点算了。 现在想想, 真是百吃啊。 到了第三天的夜晚, 那天也是在吃过晚餐后, 待在大厅和她聊了一下后, 就回到房间了。 本来躺一下, 马上就可以睡着。 那天不知道为什么无法入睡, 只好在床上翻来翻去。 突然间有个声音传来, 那像是女人的惨叫声。 哦,哦, 这种的感觉, 听到那个声音我有点呆掉。 看看时钟, 是半夜两点, 我掀开窗帘往外面看, 芬兰夜晚感觉天空还蛮亮的, 但是镇上的人因为不会而夜, 所以外面都没有人走动。 我看看广场, 但是没看到发出惨叫的人。 打开窗户, 看左边的街道, 好像隐约看到一个人影, 好像正要往这边过来的样子。 接着又再次听到那个惨叫声, 比刚才还要大声, 仿佛就像是传遍全身上下, 令我感到不快。 稍早看到的往这边过来的那个人影, 速度好像变快了。 我关上窗户, 却无法停止从窗帘的缝隙偷看。 那惨叫声没有停止, 叫个不停。 听到最后与其说是惨叫, 已经像是鸣叫声了。 虽然很吵, 但是四周的人家却没有一个人出来看, 就连电灯都没有开。 然后在那令人不快的叫声中, 有一个人影往广场过去, 貌似一名穿着睡衣的女性, 不知道为什么她一边甩头, 一边绕着广场跑, 她的长发看起来一团乱。 那是非常奇怪的光景, 我为此看入迷了。 我思考着那个女人是什么, 为什么没有人出来。 难不成她是不存在这个世上的东西吗? 突然那女人停了下来, 就站在广场的中央, 那吵杂的叫声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停下来了, 四周被一片寂静所包围。 完了,我突然感觉到一股寒气从我的脚底窜上来, 我转身回到床上, 正要拉起棉被的时候, 突然听到了敲门声, 我吓了一跳, 这种深夜怎么会有访客? 就在我犹豫的时候, 敲门声又来了。 虽然不用力, 但是很清楚地敲门声, 我站站进京往猫眼看去, 是那位女服务生, 我想都没想, 就马上开门。 她看起来相当紧张地拉住我的一惊, 在我的耳边轻声地说, 千万不要看外面, 保持安静, 说完这句话, 她马上就离开。 我站在门口认了一会, 直到背后又传来叫声, 听到这声音我吓了一跳叫出声, 我马上就跑回床上, 把自己包在棉被里, 那叫声没有停止, 感觉像是锁定这个房间一样, 而且,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, 感觉那个声音越来越近, 这边明明是五楼啊, 二楼, 三楼, 四楼, 那声音似乎就在窗户外面, 蹦蹦蹦, 蹦蹦, 然后我就失去意识了, 早上睡到很晚才起来, 虽然发生那种事情, 不过醒来的感觉还算OK, 洗个脸神清气爽, 就像是昨晚不过是做个噩梦而已, 到人少的餐厅去用餐的时候, 那位女服务生过来倒水, 她满脸笑容, 昨晚那紧张的样子就像没发生过似的, 我问她昨晚的是, 她也只是笑笑的, 什么都没说就离开了, 看着她的背影正觉得奇怪, 突然注意到杯子旁有一张折起来的便条纸, 该不会是情书, 终于我的春天要来了吗? 我将便条纸收进口袋, 紧忙用完早餐跑回房间, 满心期待地将便条纸打开来看, 你被选做祭品了, 快点离开, 这是什么? 我完全搞不懂, 为什么我会变成祭品啊? 脑袋一片混乱, 我觉得应该要找她问清楚, 我准备站起来之时, 突然有人敲门, 是饭店的老板, 感觉人蛮好的大叔, 你预定是要待一周吗? 是的, 可不可以多留起天呢? 我们还想再听听更多日本的事情, 我会算你便宜的, 这个嘛, 她女服务生, 也说希望你多留起天哦, 我突然注意到什么, 不了, 虽然很感谢您的好意, 但是我要出发了, 那个, 我忘记我还要去和朋友会合, 老板看起来一脸可惜的样子, 并且又重新喂留我, 我再次拒绝了之后, 对方也蛮干脆的就答应了, 我马上整理行李, 并在中午前离开饭店, 想要和他道别, 但是找不到他, 通过大厅的时候虽然没什么人, 但是总觉得有人一直盯着我看, 我当天马上就离开芬兰了, 以上老爸试点结束, 现在回想仍然不知道是什么事, 之后跟丹麦认识的芬兰人说这件事, 他也无法解释, 他觉得那些乡下人应该是不会做那些事才对, 我问那个大叫的女人, 该不会是那个地方传说的怪物, 一定要献上活人祭品之类的, 我也曾经这样想过了, 不过那个芬兰人说他没有听过有那种怪物的存在啊, 说完老爸看着那张照片, 故事到这里结束了, 是说你有看到那个大叫的女人的脸吗? 没有, 虽然很不可思议, 但对他的脸没有印象, 老爸将目光从照片移到我身上, 说到不可思议, 这个女生, 饭店的服务生, 不知道为什么名字想不起来, 不可能没有问过啊。